明年的春節假期會有十天 這也是國門解封之後的第一個長假 平保協會也公布了明年第一季的出國團費參考價格 這當中是以日本的漲幅最高 和疫情之前同期相比上漲了三到四成 而反而是韓國因為機會比較多 所以團費的價差比較大 有機會可以減到便宜 至於歐洲是因為臺幣升值 雖然說團費有上漲 但還是打拼沒有太大波抖 電話一通通播進來都問國外旅遊 疫情趨緩 國門解封 明年農曆春節又長達十天 民眾出國意願踴躍 出國大多鎖定日韓自由行 另外過年團體旅遊 歐洲線熱門程度也很高 各個航空公司的航線都陸陸續續復甦很多 所以在過年那一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歐洲的部分幾乎都已經銷售到九成以上 那日本部分也有八成五上的銷售 平保協會也公布明年第一季 全球各地區旅遊商品團費參考價格 東南亞的團費跟疫情前同期相比 漲幅兩成 日本團漲幅三到四成 甚至有北海道過年團 要價十八萬元 紐澳線也有兩成二到兩成五的漲幅 韓國則因機位多 團費高低落差大 以及歐洲團 雖有兩成漲幅 但因臺幣升值打平 漲幅不大 也因出國潮辦護照需求增加 大量人潮湧入外交部相關局處 以十四號為例 全國收件量超過一萬一千多件 平均要等二點五到三點五個小時 高峰期甚至等到四個小時 也讓外交部提醒民眾 新辦護照可使用各地護震事務所提供的 一站式服務送件 換照民眾則可委託旅行社協助 記者王庭 許正俊 陳立峰 高雄臺北報導